来一个厉害的卓荣华 2022屏东咖啡节 三大赛事颁奖典礼 在屏东咖啡园区举行 立法委员周春蜜 屏东县政府原名处长 严成仁到场恭喜 并颁奖表扬获奖者 屏东的咖啡品牌被看见 进而的能来带动屏东 沿山相关的观光 所以累积相关的能量 邀请各路的好手一起来 希望更多人知道 屏东的咖啡 那也跟台湾全部的 这个精英所有的好手 来依照竞技 然后希望把最棒最棒的咖啡 呈现在全台湾或者全世界 今年评鉴赛 奉为屏东精品咖啡豆评鉴 屏东咖啡首冲赛 及首次办理的台湾精英咖啡邀请赛 精英赛有来自全台 11个县市28家咖啡庄园 共36支杯策样本进行交流赛事 其中前12名庄园有6家来自屏东产区 屏东县政府表示 近几年积极推广咖啡产业发展 办理竞赛及多项产制销课程 在农民业者及工部门共同努力下 屏东咖啡整体产业实力提升不少 参加比赛真的很对他们的品种 对他们未来的行销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个活动 未来我们幸福也会来持续的 怎么样来办政治因应疫情 我们希望能够来办国际赛 让我们屏东的咖啡能够享用国具 透过这场评鉴让咖啡职人们 互相交流学习 有助于咖啡产业成长 比赛看看一部分是可以看 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们希望可以借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学生更了解屏东咖啡 台湾精英咖啡邀请赛 由嘉义县阿里山乡 卓武山咖啡农场荣获特等奖 屏东精品咖啡豆瓶 则则从52支参赛样本进行评比 最后由旺乡咖啡农产品 烘焙卓永昌拿下特等奖输荣 屏东咖啡首冲赛 共有26位全国咖啡好手一同较劲 由来自桃园的陈林轩获得冠军 县政府表示 屏东咖啡品质在台湾 已占有一席之地 未来处将继续发展 国内市场需求外 一盼与国际接轨 将皮弄咖啡推向全世界 记者张如荫方嘉龙采访报导 华最后一部的曲? 本主要上市场上市场质量